我家奶奶长期受我妈欺负 听我亲戚说 当年我爸要娶我妈时 我妈要我奶奶卖掉老家的房子 然后花光了我奶奶所有积蓄 才在城里买了房 后来我爸做生意 家里也就越来越富裕了 但是这么多年 在我的印象里 奶奶都是住我家的仓库 我妈根本不承认那是仓库 说有床有被子还有衣柜 但是房子连个窗户都没有 而且他人也那么老了 住着多不舒服啊 近一年多来 奶奶身体越来越不好 尤其是上次摔了腿后 现在走路都得主持管账 起来上次厕所 她都很吃力 所以 每次饭菜 都是我妈给端到奶奶床前 有几次我回来 我妈让我给奶奶装饭 我问碗在哪里 我妈说在厨房的地上 我往地上看了一下 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碗 之所以破旧 是因为那个碗 好像是奶奶以前 从乡下带来给我妈端菜来的碗 碗边上有了缺口 可是 怎么能将我奶奶的碗 放在地上呢 而且碗都没有洗 旁边还放着一个垃圾桶 我每次给奶奶洗碗 我妈都埋怨我说 别洗了 还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你想害死我们一家啊 我跟我妈说过很多次 别这样对我奶奶 可是没有用 这么多年 我爸也一直过得很压抑 对我妈也不敢大声说话 我第一次带女友回家时 跟她说过大致的情况 奶奶听说我要带女朋友回家 说是一早就起来 洗了头发洗了澡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看到我女朋友 她煮着馆帐 从她的房间里 慢慢地走了出来 满脸的笑容 看着特别慈爱 妈妈忙了一上午 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我朝奶奶房间 喊了一声 奶奶 快出来吃饭了 谁知我妈立马说了句 你给奶奶送饭去 晚在老地方 快去啊 我妈催促了一声 女友连忙起身说 我来帮忙吧 我妈见女友起身了 她立马说 不用不用 你做你做 我来我来 说完 我妈就钻进厨房 给我奶奶盛了一碗饭 奶奶上午说过想要喝汤 我妈往她的饭碗里 勺了几勺子汤 也没有另外拿个碗 给我奶奶盛汤 然后加了很多小菜 和一些鱼 我妈刚起身 站在一旁的女友 连忙接过了 她手里的碗说 我来 我给奶奶送去 说完 她转身就进了我奶奶的房间 我也跟着过去了 可我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女友 故意把饭菜倒在了奶奶身上 并且把碗给摔碎了 我奶奶 哎呀 一声 女友连忙抱怨了一声说 奶奶啊 你怎么把碗给摔碎了 这个碗以后 我还得留给我婆婆用的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转过身 看到我妈那脸色 着实的难看 都变成猪肝色了 我爸闻声走过来 奶奶一个劲地抱怨说 哎哟 浪费了 浪费了啊 我爸大约也是看出了什么端倪 对我说 拿扫帚搓鸡来 打扫一下 说完 她和我女友 就把奶奶扶到了餐厅 一起吃饭 吃饭期间 我妈一直没有说话 全程飞着一张脸 我爸三番五次给我女友夹菜 还说以后让她多回来玩 女友一个劲给我奶奶夹菜 奶奶笑开了话 从那之后 我妈就让奶奶上桌吃饭了 而且也不再给她 用单独的碗筷了 我爸后来给我打电话 问我女友是不是故意的 我承认说 是的 我爸夸她好聪明 还说让我一定好好珍惜 不但不怪罪她 还给了她十万元 让我们买车 让我们以后有空就常回去 女友自己说 孝顺也分于孝和忠孝 有些长辈值得好好孝顺 就一定要善待 而有些长辈如果是团稀泥 就一定不要盲目听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我们都请不吝点赞